台北市長柯文哲任期最後一次施政報告 以向人民交棒 向世代倡議為主題 从城市再造 任性永續 畅行共享 安心移居等面向 细数八年来的执政成绩 西区门路计划 东区门路计划 大概是我第一任跟第二任 最重要的一些硬体的施政项目 那么现在士林北楼科技园区 其实已经开始在 大家已经开始在规划在盖了 将来再过五年 四北科技园区 很有可能会跟内湖科技园区 它的产值会在台湾占一个很大的比例 尤其在制度创新面向 柯文哲谨守财政纪律 坚持任内不举债 八年偿还570亿元 债息总额减少24.7亿元 成功让每位市民 平均减少22,800元的债务 2014年我们台北市一年的利息是29亿 到去年的时候已经掉到4.3亿 单单利息的钱就差了24亿 快要7千万 所以跟大家讲 欠债是很麻烦的 因为欠债有利息的问题 所以财政纪律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 报告尾声 柯文哲语仲心肠表示 TOD及EOD都市发展策略 将是未来15到20年的重点建设 现行长照系统 也得因应超高龄社会再修正 期盼不管谁当选下一届台北市长 相关政策都能持续推进 记者邮箱亭台北采访不到 是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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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价值的